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了 现在有些自媒体整天搞标题党 为了博取流量呢 整天都在畅衰美元身上做文章 今天说伊朗放弃美元了 明天说俄罗斯放弃美元了 我们在谴责这些人歪曲事实 夸大事实的同时呢 也应该注意到 之所以这些骗流量的媒体 要搞这类的话题 是因为我们广大读者 非常关注目前形势下的国际货币博弈 有一点相信是大家的共识 那就是在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体系当中 美元长期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 要知道美元作为美国的法定货币 竟然有三分之二在美国之外流通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限制的 面向全世界发行钞票 用自己国家印的一张纸 换取世界各国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 面对美国的这种美元霸权 大家迫切的想知道 那如何能撼动美元的地位 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被美元控制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呢 今天咱们就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几乎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定货币 这个货币呢 只有本国的中央银行或者财政部才能发行 别人印的肯定都是假钞 不过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定货币 但货币跟货币的地位相差甚远 很多咱们看似很稳定的货币 其实它们的背后都是美元 比如咱们知道港币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 但它跟美元是挂钩的 您注意看一下港币上有一句话 叫做平票继付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拿着这张港币可以换成美元 说白了就是美元的一张兑换券 您可能会说了 国际化的货币都可以兑换成美元 事实上死兑换非比兑换 港币的发行量是根据自己持有的美元储备决定的 有多少美元就相应的发行多少港币 港币就是通过跟美元挂钩来保持自己币值的稳定 来保持自己在国际上被认可 您注意到没有 这一类的货币其实是把美元当做了黄金 用身后的美元来保证自己的价值 那这样的国家又多不多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18年的时候在全球各国的外汇储备当中 美元占62.5% 欧元占20.4% 日元占4.8% 人民币占1.4% 正因为众多国家把美元当做了黄金 当做本国货币发行量的一个参照标准 美元在全球的贸易结算 金融结算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那么大家为什么要把美元这么一张纸视为黄金 相信它的价值呢 可能有人会说到布里顿斯林体系 最初呢 是因为美元跟黄金挂钩 可以兑换成黄金 所以美元最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后来呢 又改成了石油美元 美元跟石油挂钩 无论是黄金还是石油 都是全世界公认的最有价值的商品 所以美元的价值就确立起来了 正因为有了这些解释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说的那些自媒体 他们认为只要把自己储存的黄金足够多 从美国都运回来 或者说在石油交易中不再使用美元 那么美元霸权就会终结 真的是这样吗 黄金美元咱们不用说 随着上世纪70年代 布里顿斯林体系的解体 美国人自己早就把它终结掉了 然后呢 是石油美元 1974年 美国和沙特等主要的中东产业国达成了协议 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 都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这样一来 美元就跟石油挂上了钩 看起来很强大 但其实如果想把美元和石油的这种联系切断 至少削弱也并不难 而且事实上 美元在石油贸易中的结算垄断早就结束了 很简单 咱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买家 只要俄罗斯 伊朗 委内瑞拉这些石油出口大国 跟中国之间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 很容易就可以结束石油美元的垄断 事实上这种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石油交易早就开始进行了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真的会那么在意吗 按道理说如果石油美元关系到美元霸权 那么美国一定会不惜一切大价 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去阻止任何使用美元之外的货币进行国际石油交易 然而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原因很简单 石油美元事实上也早就结束了 美元霸权的命门并不在石油身上 那么美元命门在哪呢 咱们接下来接着跟您聊 今天的视频您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